嗨大家好,這是肥波 今天又給各位帶來的是 一日四餐都吃美式料理台北篇 分別是Liquid Bread Company Twinkies Tacos 塔可老爹 以及Burger Smokehouse 最後是Butcher by 男朋友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 首先第一站來到 所以在街運信安和站附近 有著台灣第一美式三明治稱號的 Liquid Bread Company LBC 那這一家厲害的主打的呢 就是非常經典的煙燻牛肉三明治 也就是所謂的Pastrami 雖然說台北的美式漢堡超級的多家 但是有賣Pastrami的估計不會超過五家 非常的期待 而且他們家的麵包都是漬漬的 然後再搭配上紅人的薰牛肉 以及起司還有黃瓜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他們家這個麵包拿起來的手感相當好 有一種極度鬆軟綿密的感覺 斷面麵包的表層呢 是有稍微給大家應該用奶油煎過的感覺 OK 各位,我第一個感覺 它裡面的這個薰牛肉吃下來 我覺得絕對不會是一個驚豔的主體 更多的是一種和諧感 口感上的層次 麵包變成這種脆脆硬的質地 跟它主體這種鬆軟綿密形成對比 然後更正一下 它這個應該不是奶油啊 吃起來比較偏這種自己特調的芥末醬 然後裡面還要再搭配上醃黃瓜 所以說整理吃起來 真的就是一個酸香比較突出 帶一點適當肉感的三明治 我們再來一口 剛才那一口下去呢 我覺得算是它薰牛肉油脂更加豐富的地方 整體的那種油香化口感 就會更加突出一點 好的各位,總結言呢 LBC 我個人呢 可能會稍微再渴望更多這種肉感的衝擊 但是呢 如果你是很喜歡這種麵包豐富口感的話 充分可以嘗試一下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 早餐日後 我們來試一下位在東區延吉街巷洞內 主打各種墨西哥料理的 Twinkies Tacos 塔克老爹 沒有錯,說到美式的料理 Tacos那是必須來上一份 那我點的呢就是牛豬雞的Tacos 各一個 然後呢再配上一份蝦肉的Quesadilla 相較於我們最近拍的一家Tacos 這個肉量才是我理想中的畫面 外型上看起來那是真低的欠吃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那我們首先呢 就從它的炸巴哈魚的Tacos洗手 絕對是屬於這種你單手拿不太起來的類型 而且說真的 價格其實沒有比我上次拍的那間貴多少 OK,各位 我們感受一下 有點小期待 一口下去我只能說這個才是熟悉的衝擊 口感層次是極度的豐富 你可以感受到它這種番茄丁沙沙醬的滋潤感 底部打底生菜所帶出來的脆度 重點是你吃起來整體的肉感是非常強烈的 然後餅皮的部分呢 走的就是這種軟軟的口感 雖然說不會像那種脆皮的那麼的有層次 不過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很好的載體啊 可以讓你感受到更多魚肉本身的那種脆 目前吃了第一種口味啊 個人覺得那是真地值得來試一下 我們再來下一個試一下 豬肉的taco 聞起來配的應該就是這種BBQ的醬啊 感受一下 論口感層次的話 我可能會投它的巴哈魚票 但是論這種醬香的風味 我覺得是更喜歡這種BBQ醬 而且你吃得出來 它的豬肉餡呢 不是走這種紮實路線 充分可以用綿密來形容 同時再搭配上它裡面洋蔥冰這種脆脆的質地 好了那我們接下來就處理它的Quesadilla 撸上它的酸奶醬來感受一下 各位不要小看它薄薄的一片餅皮啊 裡面起司跟蝦肉的含量也是相當充足 先聲明一下這一段絕對不是業配 只是有點好吃而已 有它軟軟的外皮 裡面起司的綿密 以及這種蝦肉的Q 好了我們最後就來處理它的牛肉taco 本來是配酪梨醬的啦 只是剛好今天酪梨沒有了 所以就改走沙沙醬的路線 這一款咬下去有點小驚喜啊 底部還有配上這種應該是剝皮辣椒醬的微辣感 不過它這個牛肉塊本身也是滿嫩的啦 好了各位 總結言呢 Twinkies Tacos Taco老爹 我覺得就是一間很適合 讓你感受一下Taco's魅力的地方 吃起來絕對不會是一般的這種素食感 相對走一個精緻精美的路線 有機會可以來感受一下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一站 各位觀眾朋友中場休息隆重相規介紹 本集影片的優質合作廠商 那就是Tip Top第一位 相信不用我多說 遍布全台的知名首要品牌 但是各位或許有所不知 Tip Top第一位的起源 可是已經有超過百年歷史的長順名茶 多次榮獲國內茶賽冠軍 要那麼硬抵的真功夫 覺得可以說是台灣數一數二 看似簡單的一杯茶 背後可是有不簡單的百年傳承 而且呢 他們現在還推出了線上級杯功能 不僅操作很方便 全台各地的51家門市都可以使用 重點是 你各位透過線上級杯的方式 還可以再享有額外的折扣 那當然呢 你也不用擔心會喝不完 也可以透過轉正的功能送給你朋友 直接給他來一個雲端起飲料 最低下殺到七折都有 也不用載什麼app 你只需要加入Tip Top第一位的官方Line 真的可以說是非常適用的功能 好的 那我們好康介紹完 當然要來幫各位試喝幾款好貨 首先呢就來嘗試一下 本季的最夯單品 紅豆昏桂鮮奶 選用的都是台東儲乳鮮乳 再搭配上手工製作的昏桂 以及現熬黑糖跟紅豆 充分攪拌之後呢 就是一杯相當經典的古早味組合 不過說真的 這個口味呢算是有點熱門 我今天是跑了兩家才美到他 前一家的紅豆已經賣完了 想喝要趁早 冬天喝這種多層次感的手搖真的是特別的幸福 而且你感受得出來很明顯 因為它的基底是鮮奶 所以說你入口存在感最強的 覺得還是它的紅豆本身 紅石呢還有這種軟綿帶點微紮實的口感 以及它裡面滿滿昏貴這種塊狀Q度十足的口感 整體來說呢就是一杯甜度適中 但是口感層次相當豐富 推薦給想要做一個清爽戲 又想要稍微滿足一點咀嚼感的人 好的那我們下一款就來試一下 Tip Tock的招牌飲品 用大吉林風味奶茶打底 再加入珍珠以及芋圓的當奶雙Q 要論腳感的多層次享受 這一杯絕對可以說是本場最佳 我個人呢真的可以說是小芋圓的始終粉絲 相較於我們前一杯紅豆昏昏鮮乳的這種紅豆香衝擊 當代雙Q入口覺得還是一股奶茶風味撲筆 隨之而來大量的珍珠跟小芋圓同時入口 各司其職在你咀嚼的過程中呢 感受到多層次的口感 它的珍珠本身其實甜味不會說特別的強 反而呢是可以感受到更多它這種小芋圓的玉香 我個人平常喝手藥真的是很愛這個組合 好的喝了兩款甜的我們現在來一點酸香平衡 這一杯是鮮脆百香綠 選用茉莉綠茶 搭配上日本迪士尼同級別的百香原汁果粒 整體呢就是走一個酸中帶甜的清爽系組合 夏天喝這個口味絕對是非常的適合的 感受一下 個人吃百香果就是很喜歡把它給咬碎 茉莉綠茶的清香跟百香果的酸香結合在一起 那這呢就是和諧兩個字 不會說有哪一種香氣特別的突出 就是一個清新順口的組合 百分之百是一杯夏日消暑聖品 好的那我們下一杯就來感受一下 高品質茶葉最直球的衝擊 這一杯呢就是108有香 選用的可是比賽等級的茶葉 用108茶王當作基底 經過老師傅的手藝降低色味 同時呢產生出天然的密蔗糖香 最後呢再加入清甜的白柚醬 個人那是相當期待這杯啊 哇我必須老實的說 前三杯喝起來就是一個預期中的美味 但是剛才這口下去又嚇到 茶王這個稱號確實是不太一樣 有點意外在手搖裡面喝到 這麼深沉濃厚的茶香的感覺 我覺得最神奇的是啊 即使它是加入中的 帶有甜味的白柚醬 你入口最先感受到的 竟然還是它的茶香本身 到了尾邊才會感受到柚子香的甜味啊 這一杯個人激推 好的那我們最後一杯就來試一下 非常適合冬天喝的草莓吸飲品 這一杯呢就叫做奴才好了沒 選用日瑞坦紅茶當作基底 搭配上自製的綠茶凍 以及台灣的新鮮草莓 整體只有一個酸中帶甜 絕對是草莓控的必備單品 個人感覺一口下去 最衝擊的就是它的口感 兩種非常鮮明的對比 綠茶凍的Q 跟裡面草莓果肉帶出來這種綿密感 隨著你的咀嚼呢 把兩者結合在一起 那種淡淡的綠茶香 草莓的酸甜感就會釋放了出來 相較之下呢 它的基底日月坦紅茶 我覺得真的就是起到一個輔助用 可以讓你很專心的去感受 那種草莓酸香跟綠茶凍的香氣 好的那我們今天呢 就推薦這幾款給各位參考一下 而且呢其中的紅豆昏味 鮮脆白香綠 以及當代雙Q 還有許多優惠商品 在2月11號開始呢 就會正式在TIPTA的線上戒備功能上線 隨買隨換還可以享優惠 全台各地51家門市都可以使用 立即加入TIPTA官方LINE 獲取最新的優惠資訊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回歸正片 繼續開吃 好的鬼官的朋友 午餐時間給各位介紹 今天大家應該是蠻熟悉的老朋友 他就是會在南港展覽館附近的 Bulger Smokehouse 美式木材烤肉屋 在我心中呢 他就是台北最強的美式燒烤 沒有之一啊 那我這一次一樣 也是搭配上他們半份的豬肉排 以及油脂相當豐富的Burn Ants 也就是所謂的醬燒牛 推薦各位如果想好好地爽下的話 就是單吃這個組合就對了 那我們首先呢 就從他的醬燒牛起手 稍微搓一下 又是這個懷念的手感 走一個極度軟嫩油脂非常豐富的感覺 一口下去我只能說久久一吃 火力依舊是相當的強烈 表層顏色相對比較深邃的地方呢 你是可以感受到適當的這種薄脆感 但是整體咬起來 它的肉質呢 又是那麼的軟嫩 然後到了它斷層油脂含量比較豐富的地方 真的就是畫口綿密給你看 配上他們家的媽媽特製烤肉醬 看起來那依舊是相當的欠吃啊 個人呢是激推大家淋上他們家這個媽媽原味的烤肉醬 可以在這種直球香味的油香之外呢 補上點很舒服的酸香品 而且呢就算沖過頭也沒有關係 你只需要配上它的高麗菜沙拉稍微綜合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各位我們現在呢手套戴起來 是時候來重溫一下豬肉排的魅力了 先來吃個原味 沒有淋上的版本 我怎麼覺得今天這個色澤看起來更加的誘人 其實我也很想很常來吃 但就是南港對我家真的有點遠 你真的就是清雞吧 它就會非常容易的骨肉分離 你就知道它的口感是多麼的軟嫩 而且我覺得跟一般台灣人所認知的豬肉排最大的差異就是在於 它的口感上是有層次的 你是可以在它的表層感受到一定的薄脆感 但是中心的肉呢卻又是那麼的綿密 而且越是靠近它貼骨的地方那種軟嫩綿密感 又會更加的浮誇 好的那我們最後就來梳理它了 有淋上媽媽原味烤肉醬的部分 感受一下 再次強調你有淋上它的烤肉醬真的會活力差非常多 那當然它還是有其他口味的可以選擇 我們再來搭配上它的卡羅萊納填試一下 各位只要用心吃真的就是一份樂牌多層次的享受 好了各位 總結言呢 Boger Smokehouse 美食木材烤肉屋 在我心中很簡單 即使你住在中南部的鄉親 絕對也值得你特地來這邊吃上一份 有機會你會帶我家人來這邊試刷一下 OK 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的鬼觀眾朋友 晚餐時間來是以下位在林江夜市附近 之前在IG上那是真麗紅的Butcher By男朋友 整體走一個精美路線 只趕滿點的美式漢堡專賣店 不過說真的你要在台北只挑一間漢堡來拍 真的是非常糾結 因為好貨真的是很多 最後會選擇一家主要還是因為個人口味的喜好選擇吧 很想試一下他們家的海鹽堅果牛奶糖口味 外型上看起來那是真麗精美 而且呢他們家配的是這種5盎司的漢堡排啊 厚度可以說是有感升級 OK 各位我第一個感覺 5盎司漢堡排那種厚度咬下去的口感 確實是蠻爽的 雖然說香皂瑜那種壓得很扁的漢堡肉排 你可能比較難去感受到它表成這種焦脆 更多的是一種帶有厚度的滋潤軟嫩感 然後因為它真的蠻大塊的 所以剛才其實還沒有進攻到它的牛奶糖本身啊 第二口下去很明顯的 它表成灑上這些堅果碎 所帶出來的這種脆度就會更加強烈 不過我個人會覺得甜度有點偏客氣 主要呢還是起到一個提香啊 跟它的漢堡肉排來形成這種一定的鹹甜中和感 不會像我們以往吃這種花醬牛肉堡 有這麼突出強烈的濃稠香氣 不過呢我覺得單論它的漢堡肉排本身啊 充份充份可以說是我個人近期最喜歡的一顆 厚度夠然後熟度又剛好 走一個粉潤路線的 而且你真的是越深入它的中心啊 口感呢就會變得更加的濕潤軟嫩 入口的那種爽感真的就是逐步提升 好了各位那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的 一日食餐都吃美式料理台北邊 台北呢絕對是最適合拍這個犀利的地方 今天這四家吃起來 私心還是最愛Vogus 所以應該不用多說 那再來呢就是我們第二家的塔可老爹 有機會呢可以去嘗試一下 好的那這樣啦 我一樣會把店家的詳細資訊留在影片下方的收音欄 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 第三天 killed 在這兒 然後 之後 影片razio 在哪裡 來 Anna 先‌ Wir 我們 我們 谢谢大家